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5月3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一下俄乌局势 俄乌局势呢,有这么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呢,是前线的情况 第二方面呢,是军援的情况 第三方面呢,是人道主义撤离和那些平民的生活 第四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啊,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也就是说呢,在准备世界末日 听起来非常可怕,对不对 一会儿我跟大家说 在进入正题之前呢,首先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呢,请订阅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的话呢 这几件事你一定要做 那就是点赞 留言 点击小铃铛 好吧,感谢大家的配合 好,先说这个前线的情况 前线呢,还是分这么几个方面 就是呢,东部地区从北往南 现在呢,北边是一个主战场 那就是北顿孽刺客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北顿孽刺客的时候呢 有一个错误,跟大家纠结一下啊 前两天呢,我就以为这个北顿孽刺客就是顿孽刺客的北部 其实不是 北顿孽刺客呢,它是一个城市 它是在乌东地区的北边 和 和伊九姆和卢干斯克和这个北顿孽刺客呢 形成这么一个三角的位置 那这个北顿孽刺客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城市 那前几天呢,俄罗斯就是在北顿孽刺客周边的一些小镇呢 进行扫清 现在基本上把周边的一些小镇呢 都扫清了 现在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都在说 俄罗斯准备要在顿孽刺客实行大规模的一个攻击了 什么时候攻击?不知道 也没准是明天,也没准是后天 反正是准备好了现在 好,这是乌东地区 也就是卢干斯克顿孽刺客 这两个共和国呢 现在在周边要对他进行扫清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 这个周末的两天 在家星期一 一共是三天的时间 联合国和红十字会 就在那里组织平民的撤离 说是平民的撤离呢 实际上主要就是那个地下的那些人 根据今天美国的媒体公布的数字 说地下现在呢 大约有两千的军人 还有几百个平民 根据美国的媒体的报道 说今天的时候呢 俄罗斯再一次的对马里乌波尔这个钢铁厂啊 他们躲避的那个地下通道 还有这个地下堡垒 地下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有六层 一种说是有八层 就是很深就对了 当初修建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防止战争而用的 现在呢就发挥了用处 果真建的呢是非常的难攻啊 一手难攻在这里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也就是俄罗斯呢比较讲道德 现在如果俄罗斯不讲道德哈 就不用毒气来熏他们 其实呢有两种方式可以把他们给赶出来 一种方式呢就是水工 他就是在海边啊 这个城市这个工厂 他是以仗着港口的 你想他是钢铁厂啊 他的产品要往外运 他必须得靠近港口 离海边非常非常的近 俄罗斯呢就印海边的水 就把这水往下灌就行 对吧有的是水啊就往下灌呀 灌下去以后 虽然说他有六层或者八层 但是海里的水有的是啊 就往下灌就行了 肯定能把他们给灌上来 另外一个呢就是火工啊 就是点火 让这个火呀或者是烟呢 就在这个里头呢 把他们给熏出来 不用放毒气 放化学毒气 是违反国际法的 那我就用火工 或者用水工都可以啊 但是呢 俄罗斯现在呢 这两个办法都没用 其实呢就挺仁慈的 那乌克兰方面呢 今天就说 俄罗斯呢 今天集中了大火力 对他们所躲藏的 这个banker这地方呢 地下的这个部分呢 进行了轰炸 但是呢 他躲在底下 其实你很难炸到他们的 好这是马里乌波尔的情况 然后呢 赫尔松现在是一片的祥和 赫尔松呢 完全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他现在平民是一个什么生活状况呢 一会儿我再说 这两天 乌克兰 貌似已经对赫尔松就放弃了 没有对赫尔松再进行攻击 应该是放弃了 那完了以后呢 就是奥德萨 现在俄罗斯对奥德萨呢 加强了挺大的攻势 虽然说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北顿涅斯克市 那个地方虽然还是重点 但是主要就是由 卢干斯克和顿涅斯克 他们的地方武装 来进行那块就可以了 那在奥德萨这个地方呢 是通过空天军 或者是陆基的那个导弹 对他进行攻击 奥德萨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武器的仓库 还有这个运输枢纽 运输枢纽呢 就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他的一个战略桥梁 这个战略桥梁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俄罗斯就把这个 战略桥梁给他炸毁了 这是他们到奥德萨 这个地方呢 必经之地 所以说呢 如果通过陆路的话 这个武器就运不到 奥德萨这个地方 那通过空运的话呢 奥德萨这个地方 也有个非常重要的机场 这个机场呢 是一个很先进的 很大型的一个机场 那他的跑道呢 都有好几千米 三四千米的一个跑道 准确的数字我就忘了哈 很大的一个机场就对了 那现在俄罗斯呢 就把他这个机场啊 一些设施啊 还有他的跑道 也给他炸毁了 所以呢 他通过陆路 通过空中 都很难把武器运过来 这就是呢 从北到南 这个前线的情况 尽管说俄罗斯 已经是在乌克兰 全国范围当中 在炸毁他们的军工厂啊 武器仓库啊 运输武器的交通枢纽啊 但是呢 还是仍然有落网之余 现在很明显的 在北顿涅斯克那个地方呢 乌克兰的军队手里面 他们得到了新的武器 他们手里面呢 现在有了一批炮 有了一批炮 还出现了一些坦克 还有这个无人机 现在乌克兰方面 是非常的嚣张啊 泽连斯基呢 现在非常嚣张 泽连斯基呢 完全和之前的态度呢 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说呢 我们坚决不和俄罗斯 签订和平协议 我们不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说摆在俄罗斯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投降 说我们一定能打败俄罗斯 他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投降 我们一定要夺回 我们失去的每一寸土地 听到了吗 他的决心是很大的 那乌克兰方面呢 今天又公布了一个大消息 乌克兰说呢 他们就在奥德萨附近的那个蛇岛 那个地方啊 说是用土耳其提供的一种无人机 用土耳其提供的呢 叫骑手无人机 就在今天早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说是摧毁了俄罗斯的两艘快速巡逻艇 据说这个快速巡逻艇呢 是非常快速的 正向他的名字所说的 而且呢 他是在早晨四点钟 等于说天还没亮的时候 那他们就出动无人机 把这两艘巡逻艇呢 给他炸毁了 给他炸沉了耶 这两个巡逻艇呢 对于俄罗斯来说 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但是呢 这事说明的问题啊 还是挺严重的 就说明这个乌克兰呀 他们手里面 还是有比较先进的无人机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这个操作者呢 还是比较灵活机动的 第三呢 就是他得到的情报呢 是非常精准的 你想他天蒙蒙亮的时候 他就能够跟上这两个快速巡逻艇 而且能精准的把他们击沉 对不对 就说明了以上这三个问题啊 乌克兰这方面的能力呢 俄罗斯还真不能小觑 今天乌克兰方面 非常得意洋洋的 又公布了这个消息 乌克兰还公布了另外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只不过没有得到确认 当然了 上面那个消息 其实也没有得到确认 那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很难说它是真的假的 乌克兰就说呢 他们在哈尔科夫 在北部了 在哈尔科夫这个地方呢 他们摧毁了俄罗斯 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前沿指挥部 说这指挥部里面呢 有一二十个高级指挥员 其中有一位少将 是空军的一个参谋长 是一个少将 说是呢 这个指挥部被他们摧毁 这个少将呢 说当场死亡 如果这真的的话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又损失了一个高级将领 俄罗斯方面真的是应该总结总结了 你这个指挥部为什么频频的被炸呀 是不是 为什么指挥部被炸 而且这个指挥部呢 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指挥部 你怎么能把这个指挥部都搁到一起呢 而且你还是征用了学校这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目标 你想想你征用学校了对吧 对方肯定得关注说 哎 你征用这学校是干嘛使的 再就是呢 他们怎么得到的这些情报 都应该好好研究研究 就好像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对日本的那个摧毁 日本当时呢 就是大意了 那些电报的破解码 被美国得到了 等于说你的电报呢 发出去的时候 同时也CC给了美国一份 对不对 日本那会儿还傻乎乎的都不知道 俄罗斯也是一样 俄罗斯现在呢 应该好好总结总结 看来这个问题呢 他们一直都没有解决 不过呢 乌克兰的这些情报啊 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和北约给它提供的 北约在这方面呢 确实是挺先进的 现在看来呢 现在看来呢就是北约的的确确比俄罗斯要先进 对吧 他都没有直接来作战 已经是显示出来了他的威力了 如果他直接作战的话 俄罗斯真的是困难更大 好 这是前线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军援的情况 军援呢 前两天咱们已经说了啊 拜登呢 说再提供330亿 330亿呢 国会可以批你这钱 但是呢 你得有武器啊 对不对 上个礼拜时候呢 就是说 美国的军火库呢 现在面临着枯竭 那是军工厂呢 就得加紧赶制 那天就说这军工厂呢 生产不出来 因为供应链是断裂的 供应链现在呢 全世界都是断裂的 希望拜登呢 星期二能到阿拉巴马 亲自去看一看 那今天就是星期二啊 相信拜登呢 今天会到那个工厂去看一看 看有什么用啊 如果是供应链断裂 你根本就没有原材料的话呢 那你是没有用的 我不是说了吗 对不对 你哪怕你这里面 就是最不起眼 最不起眼的一种螺丝钉 说是没有 没有货 供应不上 那你再先进的机床 再先进的武器 你都不能出厂 是不是 那这两天呢 可能是大家有注意到 美国给台湾发了一个通知 说台湾呢 向美国所定的这四种武器 其中有一种这个自走炮 是台湾最想要的 告诉他们说 这个炮我不能给你 因为现在呢 要重点供应乌克兰 所以你这不行 至少要三年以后了 台湾方面呢 有很多人就很高兴啊 哈哈 这回又省了一笔钱 我看这个问题 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呀 大家有没有想过 美国说呢 重点来供应乌克兰 说台湾这个 就先不给你三年以后再说了 这说明什么呀 就是说明美国他心里面 对于中国大陆压根不会有武统台湾这件事情的 他们心里面是很有信心的啊 他们心里面就认为中国大陆不会武统台湾 三年之内都不会 不然的话他现在应该很着急啊 对不对 应该很着急把台湾给他武装起来 给他培训起来啊 省得像乌克兰似的临时抱佛脚 但是呢 他现在能够把台湾的这个武器往后推 就说明呢 他们心里面是认为 中国大陆是不会武统台湾的 或者说呢 就是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呢 他们不是有那种战略稳定的对话机制吗 可能是两边这个对话机制 是互同有无 都让对方放心不误判吧 可能是这样的 我昨天的视频里面 我是说呢 虽然说以前我就认为台湾这个问题呢 早打下来比晚打下来强 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都踏实 省得美国老拿台湾来捏过中国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就试着去理解 中国大陆不着急武统台湾的一些理由 现在呢 我觉得不着急武统台湾的理由呢 其实也是存在的 那我昨天说了这个观点以后呢 我看好多的主战派的网友呢 就有点急眼 大家不用跟我急眼 对吧 跟我急眼也没用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而已 不管我的观点是什么 都丝毫不会影响中国中央政府的观点 大家不用跟我急眼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啊 但是无论我是持有什么态度 其实都没有用的 我们大家持什么态度 其实都没有用的 好 这是军援方面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人道主义 昨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呢 周末呀 星期六星期天的两天 联合国和红十字会 从马里乌波尔里面 说分两批撤出来了46个人 第一批是25个 第二批21个 一共46个 然后星期一呢 还接孩接着干 那今天呢 我就看到了 联合国公布说 一共是从地下撤出来 是101个 101个里面呢 包括女人也有男的 还有小孩 这101个呢 是在地下已经45天了 说是 在地下45天 45天没有见一缕阳光 这101个人呢 这101个人呢 绝对是从那个地下上来的 我前面不是说 俄罗斯公布 是说两批25加21 一共46个吗 然后呢 昨天我还说 马里乌波尔地下的 亚素营他们有一个 什么司令吧 还是什么的 他就是说 他说没有那么多 只有20个 那有可能 他说的那20个呀 是从他地下上来的 20个 其他的26个呢 有可能是 从别的地方 从地面上 可能从里面撤出来的 26个 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 一共是46个 从地下上来20个 那星期一的时候呢 很显然 从地下又上来 更多的人 一共是101个 那底下现在呢 还有说是 2000个军人 还有几百个平民 现在呢 这个就很说明问题了 并不是说 俄罗斯不给他们机会 俄罗斯前面 已经给了他们 好几次机会了 是他们自己不上来 对不对 你就算是 现代联合国 和这个红十字会 来把他们救上来 他们也没上来呀 有很多就没有上来呀 是不是 现在还在里头啊 这是很说明问题了 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走 想作为人肉盾牌吗 然后再说一说 在乌东和乌南这个地区 由俄罗斯控制 这些区域呢 现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已经是上个礼拜了 俄罗斯就说 恢复了完全正常的生活 像集市啊 什么的都恢复了 银行也恢复了 人们呢 可以用卢布 也可以用这个乌克兰的币 都可以 俄罗斯呢 给四个月的时间 到九月之前 乌克兰的这个币呢 还可以用 但是呢 到九月之后 必须得用卢布了 那他们这个生活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呢 今天我还看到说 他们的学校呢 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都已经开始上课了 只不过呢 他们就说 上课用的课本呢 这里面包括呢 一个是俄罗斯语啊 语文课是俄罗斯语啊 还有呢 历史课呢 是俄罗斯历史 可能也就是俄罗斯啊 苏联啊 还有以前的沙俄 什么之类的吧 就他们这段历史文 现在等于说呢 就俨然好像这块 就已经成为俄罗斯似的 乌克兰昨天不是 已经宣布了说 四个港口停止运行 其实这四个港口 完全不在他的控制之下 我估计他可能呢 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人啊 撤走了 不管了 现在呢 这四个港口 应该都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然后跟大家说一说呢 最后一个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呢 是最吓人的 这段时间以来呢 美国就老是说呀 说俄罗斯要使用核武器了 要使用核武器了 俄罗斯方面啊 在上礼拜呢 就说 在这个乌克兰呢 绝对不会使用核武器 但是俄罗斯呢 被逼到一定的份上 是有这个能力的 而且呢 上个周的时候 他们已经试射成功了 萨尔玛特那个高超音速导弹 对吧 那是现在来说 在全世界最厉害的高超音速导弹 是专门携带核弹头的 全世界以他的射程 以他的威力 全世界呢 对于他来说 没有任何死角 想打到哪就打到哪 指到哪就打到哪 当然他也不会乱指 对不对 他最想指的地儿是哪儿 我们大家心里也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美国呢 就开始很害怕了 很害怕了 因为指着美国任何一个地方 俄罗斯都做得到 能够快递到 能够把他那地儿给他移平 对不对 那5月9日的时候呢 是俄罗斯反法西斯胜利的纪念日 其实也就是二战胜利纪念日了 那今天呢 大家都看到一个消息 在俄罗斯反法西斯纪念日的 这个阅兵当中啊 会有那个末日飞机的出现呀 什么叫末日飞机呢 这个末日飞机呢 就是到最后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 那这一个国家的最高指挥官啊 包括总统 包括海陆空这些最高指挥官 就不能在陆地 都不能在本土待着了哈 就到这个飞机上 这个飞机上 就成了最后的指挥所 所以这个呢就叫末日飞机 俄罗斯现在呢有四架 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呢 他会出现 这个呢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呢 无独有偶啊 美国前两天的时候呢 美国也有啊 这个末日飞机 美国也有四架 美国这四架末日飞机呢 前两天的时候美国邀请美国的媒体啊 当然是他们的主流媒体了哈 自媒体不可能邀请 邀请他们的媒体啊 到末日飞机上去参观 这个信息 他是希望传递给俄罗斯的嘛 对不对 就说明这两家呢 都做好了世界末日的准备 你说可怕不可怕 这世界呢就会毁在他们手里 如果美国要毁掉俄罗斯的话 给他逼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 那俄罗斯都说了 普京都说了 如果世界没有了俄罗斯 还要世界干什么呢 最后呢就再说一下 大家现在都在讨论的一件事呢 就是俄乌这个战争 他得还要打多久 我觉得这个战争呢 就有这么几个情况就结束了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乌克兰投降了 第二个情况呢 是乌克兰灭亡了 第三个情况呢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同归于尽了 可能我们大家也都跟着同归于尽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乌龙事件啊 你看这个题目呢 已经是看到了是马云虚惊一场 这个事呢 是怎么回事 在我进入正题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啊 没有订阅的赶紧订阅 已经订阅的呢 别忘了这三件事 点赞留言 点击小铃铛 好 现在呢 我就开始说 马云怎么虚惊一场呢 他是这样的 北京时间5月3日上午 就是国内呢 起床之后 有一个微博账号啊 他叫北京青年报 这是一个相当正式的媒体了 对吧 这是一个官媒了 在他的微博里面呢 大清早就发出来 这么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呢 是这么说的 杭州市国家安全局 对涉嫌利用网络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人员 马某 依法采取行事强制措施 就给你读到这儿 你想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网友当中呢 可能90%想到的都是马云 因为是杭州 马某 还是大事 对吧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利用网络 危害国家安全 杭州 马某 马谁啊 有这个能力利用网络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啊 人们呢 第一就想到了马云 那我也和大家一样 第一就想到了那个马云 然后呢 接着往下看 他下面的内容是说 2022年4月25日 就是前一阵子啊 说杭州市国家安全局 依法对勾结境外反华敌对势力 说到这儿呢 马云有这个能力 他有能力勾结境外的反华势力 然后呢 说是涉嫌从事 煽动分裂国家 哎呦 我觉得好像就有点不像是马云了 马云呢 虽然是呢 牛哄哄的哈 但是我好像还没有看到 他发表一些煽动分裂国家的言论 然后呢 说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颠覆国家政权好像也说不上 虽然说呢 他对中国政府呢 指手挂脚的 他把他自己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 他也只是从技术面上 他觉得他比中国政府厉害 中国政府呢 应该听他的 应该按照他的指引来做 但是你要说颠覆国家政权 好像这个还说不上 没有那么严重 然后说 山腹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马云 采取形式强制措施 目前此案正在深入调查中 哎 这个北京青年报呢 就发这么一个 我就看了一下呢 网友的留言 我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呢 已经有1100个留言了 我就看了一下哈 绝大部分 90%以上 都是在说 这是马云吗 是马云吗 都是这样的一个猜测 那我自己呢 也是 我觉得是马云吗 但是呢 我又觉得不是马云 那我在网上呢 也征求了一下 我的一些铁杆粉丝们 经常有高线的一些铁杆粉丝的意见 他们也觉得说 不应该是马云 不应该是马云 有的人呢 就斩钉截铁的说 啊 不是马云 但是你要问他为什么的话呢 他也说不上来 好像是没有看见马云发表这样的言论 但是呢 好像他到底私下里 比如说餐桌啊 比如说在下面同学群啊 什么之类的哈 有没有露出这样的马脚来 所以呢 这个马云呢 也不能排除 但是呢 直到我睡觉之前啊 我也没有看到有准确的一个答案 我也看到在全网呢 都在转发这条消息 一般的正规的那些媒体呢 都不发表什么见解 因为实在是吃不准 但是大家能够都来转发这个 大家肯定是都认为 这是一个大消息 所以都在转发 今天早上起来呢 我就发现了 哎 网上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版本 百度上面呢 就登载了一个澎湃新闻 所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就不一样了 而且呢 在全网上 大家都在转发的这文章呢 就不一样了 就不说这个杭州的马某了 也不提杭州了 就说马某某 又加了一个某 那前面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说马某呢 一般的来说你这个名字 如果是两个字的话 都是说马某 比如说我叫韩梅 他不能说是韩某某 他会说韩某 对不对 那如果他说韩某某 就可以排除韩梅 是不是 因为如果是韩梅的话呢 他会说韩某 那现在呢 今天早上我起来一看 哎 这个文章呢 是说 马某某涉嫌煽动分裂国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关情况 内容说 法治日报记者向有关部门了解到 马某某难 1985年出生于浙江温州 现任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长期以来 其在网上接受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洗脑 将境外活跃敌对分子视为人生导师 在其渗透影响下 逐渐形成顽固的反政府思想 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以华制华的工具 马某某某不仅充当境外敌对势力境内代理人 煽动分裂国家 还成立非法组织 制定政治纲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更是将青年学生群体作为主要蛊惑煽动目标 鼓动学生参与抹黑祖国和民族的活动 这里面就写的马某某 他是85年才出生的 85年出生 是浙江温州人 那这里面就没有提杭州了 但是呢 仍然有可能呢 是杭州的安全局办的这件案子 但是呢 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不提杭州 我觉得有点刻意 然后呢 马某某也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呢 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 从中国青年报公布呢 这人的名字应该是两个字 应该就是马某 但是现在呢 把它又加上了一个某 就是现在 以这种方式来澄清这个谣言 就为这个马云就澄清了 马云就撇开了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三个字 那就不是马云 但是究竟是三个字吗 现在来说呢 因为他公布了更多的信息 他是1985年出生的 出生于浙江温州 这显然就不是马云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 这件事呢 就不是马云 但是呢 彭博新闻所发的这个 所谓的法治日报记者 调查了解到的这个 和之前中国青年报 在5月3号早晨所发的那个 是不是一回事呢 对吧 他也有可能不是一回事啊 但是呢 像这种事啊 他不常有 所以呢 这两个应该是一回事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呢 这个事 我前两天 我做视频的时候呢 我曾经说过这个 我觉得中国呢 应该抓住这事了 因为呢 很多国内的人呢 就在国外的网上 胡说八道 还去勾结国外的一些媒体啊 你比如说呢 我们随便 你就很容易能看到 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老是搞那种节目 采访国内的人 对不对 他经常采访国内的人 采访中国的有一个学者 叫什么凡 那老头 经常是有这样的 他们经常采访国内的人啊 他们的那个调调呢 就是完全和美国之音 勾勾搭搭 沆瀣一气 来攻击污蔑中国呀 这些人我认为 都可以对他们进行处理 这个真的是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他们在美国之音上 然后这样出现 起码就那个节目 就有很多人起哄啊 是不是引用啊 等等 就给中国的国家利益 造成伤害啊 对不对 而且他的出发点 他就是勾结境外的势力 然后呢 对中国进行这种煽动啊 颠覆中国政府啊 他们的目的就是颠覆中国政府啊 对不对 可以对他们进行这种刑事处理 只不过说 有轻有重了 不见得就判他个十年八年的 对不对 你罚他两万元 不行了 也可以啊 罚款的刑事 很显然呢 这里面所说的 马某某这个 这个相当严重了 非得到这么严重才处理啊 这个相当严重了 这个比黄之风都严重 还成立组织呢 还有政治纲领呢 这个太严重了 我是说呢 比他要轻得多的 联络境外的那些媒体啊 比如纽约时报啊 对吧 美国之音 尤其是美国之音 我就对美国之音特别的那个 美国之音因为 他已经是给我们好几代人洗脑了 拉拢了我们好几代人了 中国对美国之音 必须得有个态度 而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 那个叫什么凡 为什么还允许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 他好像是个研究员什么之类的 他自己在美国之音里面 他说他在中国边缘化 这种人你就不能让他是担任公职啊 我相信那研究员应该是工资还不低呢 国家为什么要养着这样的人 天天在美国之音胡说八道 是不是 这个马某某算什么呀 马某算什么呀 那叫什么凡子 虽然说他可能在中国 也没有成立个什么组织 也没有什么纲领 但是他的影响是很坏的 还有那个赵紫阳的秘书 叫什么来着 那老头 那老头应该是在中国吧 应该在北京吧 天天在那个推特上面啊 煽动啊 蛊惑啊 很多的那些恨国党 跟着他在那摇旗呐喊啊 影响相当的坏啊 为什么不对他进行处理啊 这个视频我又给大家推荐一下 美国的小镇小民 他讲解关于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 为什么他今天还要说这个言论自由呢 因为美国发生了一个特别蹊跷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你就来听他来讲吧 今天呢又想谈一下这个言论自由的事情啊 这是一个谈不完的事情啊 为什么忽然又想再谈再说几句呢 因为最近又有一个新闻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就是拜登的政府呢 组织了一个叫做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这么一个组织 是在这个国土安全部里面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比较引人注目呢 一个呢 你听他的名字嘛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啊 那就是 就是由他来定什么信息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且他的这个负责人 叫Nina Jakovic 这个人啊 他其实是个 一方面年纪很轻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资历的一个人 而且你看他那个TikTok上 他也有他的TikTok 是看上去有点像 就是没心没肺的那么一个人 然后呢 你要再去注意他 推特和那脸书上的一些东西啊 很明显的 他就是一个喉舌 政府的那个喉舌 因为你 你其实判断一个人啊 他是不是公正的 他是不是有一定的深度的 你就看他贴的东西 如果他那个里头啊 对于那个 比如说他觉得 谁谁谁说 说的是假的 他跟你说这个某某记者 他报道的这个东西是假的 然后呢 他就盯准了这个记者 然后呢 他你就发现 他批评的人呢 都是那个跟政府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或者都是相对的共和党的 而他从来不批评 他自己党内的人 还有就是拜登本人 自己也骗人 对吧 等等这些东西 你一看呢 他就是说 他只抓住了 就是说 他批评的人 都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人 他不是什么公正的 对吧 客观的这么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喉舌 他就是一个党棍 这么讲 这么讲吧 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关于那个什么 亨特拜登的 那个电脑的事情 他就一再的就说 是俄罗斯的 在后面 造的假新闻什么什么 现在都已经被证实了 这个新闻 这个现在是纽约时报 自己说的 亨特拜登的这个 这个事情是真的呀 对吧 的的确确是他的那个电脑 而且我还发现 他丢了三个电脑 还不止一个 也不知道那两个跑哪去了 有一个是被发现了 里头现在藏有大量的 这个对拜登 整个拜登家庭很不利 除了拜登本人 拜登的儿子 还有些其他的 反正就对他们全家 都不是很有利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就这件事情 本身这个妮娜这个人 她就是没有说实话 她到现在也没有 正式的承认出来说 那时候我搞错了 这事情是真的 她也没有 所以这个人 去来管理这个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委员会 会是什么样的 一个委员会了 然后美国的主流媒体 现在对这件事情 也有一定讨论 为什么她这个事情 还引起了主流媒体的讨论 因为她搞的这个东西 特别像一个 有一本书里写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的名字叫1984 不熟悉的人 这本书我稍微说两句 他的作者叫做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 这本书算是西方的 政治书籍里头 政评书籍里头的 一本叫经典的一本书 非常值得看 如果你对西方的 对他的那个 尤其是言论自由方面 你要有兴趣的话 其实还是很值得 读一读的这本书 他讲的是 简单的说 他就是说 他假设 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的 他假设在1984年 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呢 叫大洋洲国 Oceania 然后呢 他所住的地方是 其实就是英国了 他用的这个Oceania 是美国 但他所在的地方 其实就是英国 他把英国呢 设置为Oceania的一个州了 或者叫做一个省 已经不是一个 一个主要的国家了 那么他所居住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到处都是 这个被监控 然后呢 言论自由被控制 里头呢 有一个部门 就是 就是叫做 Ministry of Truth 就是说 真理部 或者叫事实部 这个部门 就是由他来定 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是假的 就这么一个 他这本书里头 就是这么描述的 这件事情 那本书给人感觉的 就是很窒息 你要真生活在这样的 一个国家呢 是非常非常窒息的 这本书还有一点 有意思的地方 他除了说的 主要他的描述的事情 都发生在这个国家 这个Oceania 大洲 大洋洲国 但除此之外呢 他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国家 一个叫做 East Asia 一个叫做Eurasia 一般的都被认为 East Asia指的是中国 Eurasia指的是俄罗斯 这个是1949年的时候的事情 他这本书出的时候 大家就是这么 这么理解的 那么也就 而且呢 他就说在他的书里呢 就会提到 就说这三个国家呢 不 就是世界上当时 基本上就剩这三个国家了 就是其他那些小国都是 要么就是归属 要么就是属于那种 番薯 反正就是跟这几个国家 基本上你都是跟他 连在一块的 那么这三个国家呢 就整天打仗 打嘛 谁也打不过谁 但是那仗呢 也不停 就一直在打 原因呢 就是说这么打的话呢 对这三个国家都有好处 都让他们的那个 内部的矛盾的 转移到外部 就这个意思 然后当然还可以 互相之间 还卖军火啊什么的 就还有人赚钱啊 赚战争钱啊什么的 诶 想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今天世纪的格局 是有点往那方面走的意思 当然了 中国是不是愿意 不停的打仗的 这点他是搞错了 中国其实是很热爱和平的 但是俄罗斯和美国呢 我就说不好了 尤其美国还是真是挺爱打仗的 也确实是不停的在打 确实是不停的在发战争财 这个确实他说的没有错 就是这么一本书 挺有意思 但主要这次呢 引起注意的 就是他这个 Ministry of Truth 这个叫做真理部 结果现在拜登呢 当时是作为一个讽刺了 这本书是在讽刺 结果拜登现在自己 真的搞了这么一个 叫做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就是他还真搞了一个 只是名字不一样 实际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 这个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这本书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大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他 卓卓博我为什么会想起 写这个来的 当时呢是这样 在苏联那个 斯大林统治的那个时候呢 斯大林正好在处理这个 他的反对的反对派 当然很残酷了 他枪毙了很多人 有这么一种说法 这个没有完全确定 就是说他 斯大林的太太 是自杀的 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因为 斯大林杀死了这个 他太太的一个朋友 他太太这个朋友 就是给斯大林提了一些建议 就觉得他对这个 反对派的处理太残酷了 结果他这个太太就把这个 他太太就把这件事情 就跟他说了 就说你这么做 好像确实 我这个朋友说的有道理 结果 结果斯大林就是把他的 这个太太的朋友 也给处理掉了 就把他杀了 处决掉了 他太太受不了这件事情呢 就自杀了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 没有定论了 就是说没有完全的证明 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呢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就可见当时 斯大林的这个残酷了 确实是这样子 当然了 他除了他要反对 他如果要这么去处理 他这个跟他 反对他的人的话 他当然 他要控制言论 对吧 所以那个当时的 那个苏联的言论自由 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除此之外 其实美国自己啊 也在搞 搞这个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主义呢 又被叫做红色恐怖二 红色恐怖 当然就是指的 就是对于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这种恐怖了 就是说 为什么叫红色恐怖二呢 其实杜鲁门 已经搞过一次 红色恐怖一 是在大概四七年的时候 搞过一次 他这种 怎么搞这个红色恐怖呢 就是把政府里面的 所有的 他认为 跟中国 跟俄罗斯 跟苏联等等 就是有关系 全部清楚出去 不管你这个人的观点 看法 什么什么 就是他都给你 清楚清楚出去 他都认为 你跟中国只要有关系 当时这个事情吧 也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 他把他这个政府里都清除 最后的结果是 整个的 美国的外交部里 没有人会说中文 就到这种地步 其实美国曾经有过一批 就是 应该叫做中国通 就是他们的父母亲 都是传教士啊 什么的 很早就到了美国 有些人是在中国出生 有些人很小的时候 跟父母亲到中国去的 所以呢 传教士嘛 那他一待就待好多年了 在中国 这些人呢 就是在中国长大的 甚至有的人会说 好几个地方的那个方言 就真正的中国通 有这么一批 这些人呢 的的确确 因为他在中国长大 他对中国是有感情的 这是的 但与此同时 他也真的很了解中国 对吧 他在那长大嘛 他就会告诉你 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 对吧 他的历史的状况 他的人文的状况 他的中国人的习惯 等等等等 这个其实对美国很重要 你要想 真正跟中国处理好 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你确实要了解他 但是他这么一搞的话呢 就是先是第一批 杜鲁门搞了一批 然后就是麦卡锡主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到49年吧 麦卡锡主义是到 50年代中期结束的 反正搞了一段时间 麦卡锡这个人 他是一个参议员 他就是 是他要起草各种各样的法案啊 就是要去 等于就是惩罚这些 只要 基本上就是惩罚 稍微有点左派思想的人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就一共这段时间 就把这些人就全都 从政府里头 清楚的干干净净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里头 居然就没有一个人懂中文 这个 即使其实到今天 我都觉得美国政府里头 其实真正懂中国的人 也确实很少 我认为 就是麦卡锡 存 就是他的那个 遗留的那个 那个感觉还在呢 那么现在呢 等于又是处在 也有人说 现在美国又在搞麦卡锡主义 其实也在 还是在剔除掉 你只要能够说 你在你政府里头 你只要稍微有点 同情俄罗斯的 同情中国的 好像也都 都是属于 就是被打压的人 所以其实现在 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历史啊 你学历史啊 的的确确能够 感觉学到 对你现在的 很多东西 是有帮助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呢 就说到这个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就是虚假信息 治理委员会 我们看他最后 怎么来治理吧 看他怎么弄 他当然不会说 应该原则上 他不会说 我觉得你在 你在这个 释放虚假信息 我就把你抓起来 这个他大概不会 他不敢 可是他可以 他可以就说了 这个某某这个频道 尤其是自媒体 我认为他其实 主要针对自媒体了 他可以说你自媒体 你这个都是假的 那自媒体 他如果他这么 正式的一个组织 说你是假的话 那这个 比如说脸书也好 这个推特也好 那他就可以给你 关掉了 对不对 他就更加 堂而皇之地说 你这都是假的 政府都说了 你这个明确的 你这是假的 那我当然就不能 再放上去了 假新闻 我就不能放了 对不对 就等于就是说 两边一唱一和了 我觉得 就我认为 他会是这么搞吧 咱们就看吧 看他会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件事情 然后呢 PayPal PayPal呢 就是他已经干了 一段时间了 他就是说把一些 他认为有问题的人 他的账号 全部取消了 PayPal大家知道 是这个转钱的 这么一个 一个平台 他 你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网上 通过PayPal 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跟我不住 在一个城市的人 我就给他转过去 就完了 尤其对一些小的 就是五块钱 十块钱的这种转账 你就不用通过银行了 因为银行有的是转账 还有收费什么的 他这种的 私人之间的转钱 一般都是不需要的 就很方便 对不对 那么PayPal 其实对很多 自媒体人士很重要 因为很多自媒体的人士 他不赚钱 那就是靠的是 听众和观众 喜欢这个人 那我就资助他一下 就用PayPal 给他捐个这个月 每个月 比如说给他捐个十块钱 每个月给他捐个二十块钱 都是通过PayPal来做的 很多这样的平台 他就是 他只要够了 他有那么几千个人支持他 一个月 每个人给他十块钱的话 他也够了 对不对 甚至几百个人 可能他都够了 他自己再去做一些 其他的事情 他就能维持下去了 可是现在PayPal 他把一些 主要都是一些反战的 反战的这种 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左翼人士 其实有些反战的人士 也不一定非是左翼的 就是反战的人士 只要是稍微同情一点 这个俄罗斯的这种 或者甚至就是 跟这个政府的说话 有点稍微有左 有点相左 他就把这些人的账号都关了 你就没有办法 通过这个办法 给这个你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自媒体人士 比如说捐钱了 前一段时间 加拿大的那个 卡车司机搞运动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 在网上集资的那个账号 就被关掉了 那个是另外一个平台 不是PayPal 是另外一个 就是专门集资 比如说每个人 某一个人他 小孩病了 他需要让大家一块集资 给他帮他孩子治病啊 什么的 随便你什么理由吧 你要集资 你就到那个平台上去集资 这个加拿大的那些 卡车司机呢 他在那反对政府游行啊 什么的 他也需要钱嘛 所以他集资 他集资很多了 上百万了 后来就给他关掉了 说关就关了 就冻结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出他这个控制言论自由 还不仅仅说 非要说我就不让你说了 我把你抓起来 他其实不需要 他有很多种手段 对吧 刚才说的这个 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他就抹黑你 他非说你说的是假的 让这个社交平台 把你的账号关掉 现在呢 他这种PayPal 这种也是一种办法 断掉你的财路 那你也弄 维持不下去嘛 对吧 你维持不下去 你不也得关门吗 这是他另外一个办法 再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 前一段时间 那个就是字母 这个Z这个字母 现在遇到了很多麻烦 因为泽兰斯基说的 这个Z这个字母 是被俄罗斯的那些军队 他的坦克上放了一个 Z的字母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他就是放上 有很多坦克上的 有Z这个字母 让他看了呢 觉得不舒服 他就觉得Z这个字母 就应该是受到惩罚的 一个字母 所以你看 已经不是言论自由不自由 都不能听 连那个字母都不自由了 我刚刚当时听他说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个笑话了 我觉得没有人 会认真的去理他的 结果最近发现 这个好像 Samsung 就是这个三星吧 他好像在那个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拉托维亚 那个 埃沙尼亚 这三个国家 在那个 介绍他的新的 手机 是叫Galaxy 他居然真的 把那个Z就拿掉了 就叫Galaxy 就没有 就把这个Z 就再提出来 他自己承认的 就是为了 等于就是抵制 Z这个字母 你说这是不是 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还有就是苏黎世的 保险公司 苏黎世的保险公司 不叫Zurich 那他也是Z打头的 他那个logo上头 就是他的标志上头 有个Z 他居然把他logo 那个标志上的Z也拿掉了 重新又弄了一个logo 你看 就这么一个 我觉得是个喜剧演员 就这么无聊的这种事情 居然也有人支持他 那这个言论自由 已经被控制到什么程度了 你连这个英文字母 都开始都不能用了 这个Z这个字母 都有些场合 你都不敢用了 我觉得 这要是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跟我说 我真的以为 这是4月1号 这愚人节的笑话 现在看来这些事情 你还真的不能当做笑话 来搞了 这么搞下去 我反正是觉得 不知道他 会要到什么程度吧 这么说吧 所以我就是挺想在谈谈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呢 也想都是谈论 关于这个马斯克收购 这个推特的这个事情 好像呢 我们有点见到曙光了 这个推特嘛 马斯特说了 这个推特要尊重言论自由 怎么怎么样 很多人认为他买了推特以后 他就应该放开了 他不会去随便关人家账号 什么的 他会不会随便关人家账号 我说不好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 马斯克这个人 18年的时候 马斯克的那个 他那个 特斯拉的工厂 在Mellow Park吧 他在加州的Mellow Park 有一个工厂 那个工厂里头有一个 负责 就是工厂的安全的一个人 他呢辞职了 这个这是个女的 他辞职以后 他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呢 后来被那个媒体呢 受就是披露出来 他就说这个工厂里面 有存在的很严重的 这个安全问题 小的事情啊 比如说一个 就是大家把这个车 喷漆喷完了以后 那应该呢 喷完了以后 应该让他 空一段时间 不应该马上就让工人 就进来就继续 继续劳作啊 这都是有规定的啦 就是基本的 这安全的措施 这都有规定 因为他这个空气里头是 有一定的 有毒气体的 但是他们不管 喷完了马上就要工人进来 这个呢 还算是小事情 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呢 他既然是生产汽车的地方 那么他这个车间里头 车间外头 都有很多的那种标志 因为你的车要开来开去嘛 那么他就有这种路标 路标的都是用黄颜色的 还有路上的那些线 也都是黄颜色的标志 黄颜色呢 最眨眼 最能够引起人的注意 所以呢 都是各种那种路标 什么减速啊 什么停啊 什么那个注意左拐啊等等 就说这些东西 结果呢 马斯克这个人本人呢 他不喜欢黄颜色 说是他最不喜欢的颜色 就勒令他们 把所有的黄颜色 改成灰颜色 那你想路上 这个路本身就是灰的 你要灰的路上 再给他画一条灰的线 那还能有什么人 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那些路标 当然就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这个女的 他就披露出来 他就说这里头老出事 这个工厂子老出事 就是经常的有人受伤 他说死人 是早晚会有人死的 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报告就把里头 写的就是 把他这个安全问题 写的非常严重 当然特斯拉后来 出来澄清了 说没有怎么回事 还拿出来了照片 说你看我们那个标志 都是黄颜色的 那他这个标志 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是他后来又给改成 黄颜色了 你也不知道 还是说就他这么一个地方 是黄颜色 其他地方都是黄颜色 你都不知道 对吧 我是相信这个女的 因为他没有什么必要去 无缘无故的去说 这个特斯拉 如果他安全上 没有这些隐患的话 然后他就说 他对这件事情 他在特斯拉里面 已经给他的领导 提了不知道多少次 没有人理他 所以呢最后他就辞职了 有这么一件事情 那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并不奇怪 我个人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吧 有一种对富人的 一种盲目的一种崇拜 这个人怎么有钱 但是马斯克这个人 你记着 你不要因为他有钱 他就忽然之间 就能做很多好事情 不要去抱这种幻想 他是一个资本家 他永远要挣钱 如果就是说 他开启了一些账号 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他能够继续挣钱 我想他可能会 会允许一些账号 比现在的这个推特 允许的人要多一些 但是如果 比如说真的要是 美国政府给他施压 还有一些主流媒体 给他施压等等等等 他是不是能顶得住 我不知道 但是最终你要记住一点 就是言论自由 对他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他来讲 最重要的是要赚钱 多数人认为 他买推特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是推特的那些客户信息 他拿出去卖 这就是大数据吗 这种东西是可以卖很多钱的 多数人认为 他是这个目的 是去赚钱的 所以我们看 看他到底是 以赚钱为主 还是真的是为了言论自由 我不相信他是为了言论自由 我相信他还是为了赚钱 对吧 那我们就看吧 而且你要想好 即使是他把推特放松一些 也只不过是推特一家 现在脸书啊 油管呢 这些地方 照样还是都管得很严的 所以你要靠着一两个 极其有钱的有钱人 来解决社会问题 那你就太天真了 我想说的就是 关于特斯拉的这个 就是马斯克买推特这件事情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最后呢 再提两句就是 关于就是中国大陆 把这个IP地址 给他显示出来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错 这也没有什么隐私的问题 显示的就是你的省 还有就是国家 就是中国以外的 就是显示的国家 对不对 中国的省也好 是也好 那北京两千多万人 那你是两千万人之一 怎么就还涉及到 隐私问题了 这没有什么关系 反而呢 我倒要指出一点 这个推特呀 还有这个油管 他们都有一个什么毛病 他们把就是说 比如说中央电视台 这个CGTN CGTN是主要电视台 就是在国外搞的 对外的一个 一个宣传的一个频道 他如果这个CGTN 有个推特也好 脸书也好 他们的账号 他底下会注出来的 他说CGTN是 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个平台 他会这么说 RT他也说 这是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平台 等等 可是他从来不说他自己啊 BBC他不注的 BBC他不说是 是这个英国政府的 什么PBS啊 NPR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 他这些他不住的 对不对 他当然更不会去住 什么某某智库 搞的这个网站 搞的这个账号上头 某某智库 这些智库都有自己的 推特的这个脸书的账号的 他绝对不会说 这个智库是什么 军工复合体 医药公司赞助的 这个智库 他们的钱都是从这些 大公司 这些集团 这些财团来的 他更不会去住 主持这些东西了 对吧 所以你反而就说 他是一种双标嘛 CGTNRT 他要说是中国政府 是俄罗斯政府 但是其他的 他不都不住 对不对 这个反而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管 有什么规定 你都可以说他有道理 但是你的 你要一视同仁 对吧 你既然要公布这个IP 你就应该把 所有的IP的地址 都公布出来 好像听说 有这个个别的 什么名人的 还有一些公司的 什么他没有公布出来 一开始公布了 后来又不知道 出于什么原因 可能还是想谨慎一点 因为有些名人 他可能也怕 引起这个误会 因为他自己跑来跑去 他的团队在 管理他这些账号 就把那IP地址 弄得有混了 还是怎么样 可能我怀疑是有人 去抱怨这个事情了 我们再看吧 反正我就觉得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规定 你只要是一视同仁就可以 对不对 中国我希望这个IP 我希望这个IP就是一视同仁 就像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都把他放出来 对吧 如果你要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你应该跟大家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 对于有些人 你有特殊的这个处理 对不对 而西方的这个呢 就更明显了 西方的这个 不是说某些名人了 他反正就是 纯粹是由他 这个中国政府和 俄罗斯政府 推出的这些频道 他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 其他的他坚决 他都不会写的 对不对 而且我就我说的 像某些智库的这些 他后面是军工企业 军工复合体 他后面是医药公司 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他完全是带有风向的 这些东西 你要是不了解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后面是这样操作的话 那他 你就被他带 就比较容易被他带偏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 这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只不定 现在我的感觉 美国关于这个 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 我觉得已经是 眼花凉凉 让我已经跟不上了 好像我一天一个新的花样出来 一天一个新的花样出来 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吧 然后再有新的东西 我要觉得有兴趣的 再跟大家分享 好 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小镇小民的高论呢 就到这儿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高论的话呢 您也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发给我 由我来转发出来 跟大家分享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请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